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赛湖雅芬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Dr. Verna 你好 大家好 Karen好 今天我们会探讨些什么问题呢 今天我们就会讲到一个人生里面 对于不同阶层的人都是重要的议题 我记得有一个很聪明的 而他也读了很多书的一个教育家 他曾经这样讲过 他说我们的教育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反映上帝的形象 包括灵智体 可能有些观众们会知道 这个就是三欲 恢复上帝的形象 有时候你想想 恢复上帝的形象 挺好的 各方面体会挺舒服 但是有一部分是留下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灰晃上帝的形象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而是为了要服务人 是的 他就是要服务上帝和服务人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从事哪个工作或者受什么训练 最终要帮忙服务 上一集提到就是说 这个的家务 是其中一件事 但是我们相信有很多人 他们做家务之外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会做工等等 有些服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次我们的主题应该是和服务有关 是的 我们就说服务乐 就是为什么我要做服务呢 另一件事 我也记得有另一个作家 他有提到 他说没错 我们是灵智体 我们要求进步 但是如果你有一环 你是没有发展 没有进步到 你所有的三环 你根本就是没有进步到 为什么呢 但是我们是相扣的 是一环 我们全部是连载起的 而不是说 这个是灵 这个是智 这个是脚 这个是脚 不可以这样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将这个是分隔了 变成三环 而三个是应该连载起的 哦 那我们就要留意 很简单 我们说 很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服务 他有一些服务的行动 或者是一种态度 精神 让他可以变成一种乐趣 我们玩一个游戏 或者是跟我们的观众 都可以说 譬如是三到六岁的小朋友 他可以做的 为什么要我说这个例子 你可能是大的 不要紧 原来他们心理学家 他们发现 三到六岁的小朋友 六岁 就是三到六岁的小朋友 他已经开始对父母的命令 有抗拒 这么快就懂得抗拒父母命令 所以如果家长 不知道这个小朋友 成长 以为他很小 不懂 我也见过小朋友 六岁还要大人在餵饭吃 但你六岁 或者以后再教他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有种抗拒 这个就是成长方面 他已经开始抗拒 怪不得有人说 小朋友趁小就好教 是的 他到老都不会走差答错 是的 那我们也要再提醒 不要以为做家务 各方面 令小朋友浪费时间 而这个是帮助你各方面的协调 和帮助你认知的发展 是吗 如果家长 或者教育工作者 要教育小朋友 真的要趁早 是的 那我们做个简单游戏 好 三岁到六岁的小朋友 你觉得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以 有没有留意 三至六岁其实很小 六岁才一年班 六岁之前是幼稚园 有些什么呢 因为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很小 他那个小肌肉 他未发展到 你不要找他做一些很小肌肉的工作 你找他可以锻炼他的大小小肌肉 很可爱的肌肉 对不对 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我昨天说 他可以帮忙扔鸟片 哈哈 是吗 是吗 这个可以让他知道 他有那种责任 到你说了 三到六岁的小朋友可以做些什么呢 三到六岁 是的 嗯 都是 因为我看到三到六岁的小朋友 好像没有什么 可以做到的 是吗 很简单 或者不要弄髒的桌子 是的 这个也是 譬如髒了 他可以帮忙擦 或者是 执拾玩具 这些很多家长都懂 现在很简单 我们要给他一些工作 我们要教他 要教导 要示范 这个桌子上面有一个布 我们当这个碗洗完了 小朋友要去抹碗 可以怎么样呢 有什么我们需要去留意呢 就是碗不可以太重 是的 因为太重的话容易 拿不到 太重的话会会掉 是的 这样打烂 所以你要按他的成熟程度 那碗不太重 布等等各方面呢 布 是的 如果你要它抹碗 那块布要干净一点 嗯嗯 完了之后呢 可能要摺一下等等 哦 这些 那可不可以摺一下皮仔 是的 是不是 摺皮的时候 你会用到你身体的肌肉 是不是 它要学会那个形状 或者父母在旁边可以说一下 如何为之不同的颜色 是不是 这个皮 或者这个皮 有不同的质地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教导很多小朋友 一些很实际的 一些的 一些的 书本上面 他可能就这样说 冬天盖什么皮 夏天盖什么皮 但他不知道 我这个叫棉质 或者这个叫尼龙 这些是一些很实际的 我们可以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教导小朋友 而当他摸的时候 我们学习的时候 没有忘记 我们就是抄写的 其实抄写是一个最简单 也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的被做是如何 我们有听 我们有看 我们有触觉 我们有闻 因为小朋友 他们的感官的学习 是比小手肌肉更加有效的 是的 所以我们家长 一定要留意这一样 我们的老师 一定要留意 那你说 我家里没有孩子 等等 在公司里面 或者在一个现代家庭里面 你有没有用过洗碗机 面包机 洗碗机见过没用过 面包机见过没用过 对 洗耳机等等 洗耳机必需要 对 所以我们现代很多的教导学习 它是给一些人触摸的 触摸的 有些电视的 教别人煮饭 什么都好 那些 那些叫做什么呢 那些 网络上有这样的视像平台 对 如果你不懂做一样东西 对 你打那个字句进去 那它就会有些教学的电视给你看 所以它也是示范出来 对 它是让你不静出来听 它让你去看 那如果有个新员工来到你的办公室 他有很多东西要学 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呢 要比较宽容些去接纳它 我刚才想起 你说三至六岁 小朋友可以做到什么教学 我真的一下子想不到 因为我比较 接触少些 但是突然我想起 其实小朋友的模仿能力是非常之强 你讲得了 可能他未必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但他看到大人做得多 他又会模仿 我记得你之前的集数里面 曾经有说过 有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可能两岁还是三岁 一见到人 就会很开心地说 Chi Li 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校长 所以他经常都听到这句话 那就会模仿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长 或者是教育工作者 想让一些小的小朋友 学习一些责任 或者是家务的话 可能示范给他们看 是的 这个非常重要 有一个role model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就是 小朋友在人生成长阶段 他需要有一个认同的角色 是吧 哪个人越接近他 他就越同得最厉害 是吧 所以我们所说 幼转 幼转 幼转多数是男老师 女老师 我们之前有说过性别的问题 多数是女老师 是的 可能现在有一些男老师 但是在我认识的圈子里面 如果做幼师这个工作 通常都是女性 是的 所以在这个服务 这个小朋友的自小 需要有一个认同的榜样 是吧 如果在家里面 我们之前有说过性别的差异 其中他就说 服务 哎呀 这个是男性 这个是女性 我们这方面 自小都可以培养到他 可以在这个性别里面 觉得原来男生可以做 女生可以做 是吧 所以在你这个选择 说回家里 你选择的时候 我们之前也说 投入感 其中一个很重要 就是给孩子们一些选择 但是选择范围 就不能超过 一个安全 因为孩子需要有一个安全感 所以我这方面要留意 给他选择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两个东西都不错的 很简单 这个碟 或者这个布 你可以给他选择什么呢 这个碟和这个布 叫他选择什么 譬如你叫他抹碗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做什么选择呢 你想收拾垃圾 还是想抹 教碗 是的 也可以这样 是吧 你想帮忙抹 还是想帮忙砌好碗 或者你想帮忙 收拾好玩具 还是想做其他东西 是的 或者自己绑鞋带 是的 当然绑鞋带 又有另一种很大的技巧 因为绑鞋带 很多时候 我听说有些幼稚园 他考试的时候 可能叫你绑鞋带 看着一个视像平台去学是很难学的 所以我们尤其是照顾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直接要示范 一步一步告诉他 在旁边 还要去教他等等 仔细地分部按部就班 因为孩子们会非常稳妙 你刚才说到是三至六岁的小孩 有没有更大的 大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 大一点的服务就是 在教会里面 选择一些適合他的才干 他的兴趣 还有一定旁边有些长者 有经验在旁边带着他 而那个奖励是很重要的 要做得对的时候 一定要即时 好像我们刚才开录影之前 Karen说了一句说话 是我们需要学的 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基本原则 我们是要随时把握机会去赞赏 你不要说他大人也不用赞 大人也需要 例如赞赏是如何 是要即时 在行为之后 而一定要具体 要不然我们就很简单很肤浅 说刚才挺好 刚才挺开心 Karen刚才的赞赏很具体 她就说 我很喜欢 她加上一些情绪 是不是 我们不是在这里做了一份工 她说 我很喜欢跟你一起录影 是不是 就是我们刚刚开始录影的时候 她已经作出这样的一句说话 无论在教会 在学校或家庭里面 这些赞赏 第一要如何 要即时 是 在行为之后 即时 为何要即时 如果久不记得了 好久不记得了 很难把你之前的行为 和你现在的赞赏 拉上关系 令到你被赞赏的对象 可以立刻联想到 你做到这个行为 便会有赞赏的回馈 是的 还有要具体 因为如果太空泛地赞赏一个人 或者一件事情 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究竟是做得对哪一个部分 是的 或者不要说赞赏了 一些建议 你也不知道 是的 如果一些中狠的建议 但是你很空泛地说 人家也不知道如何改进 是的 当你赞赏的时候 你就会加强他的服务 对不对 你不需要一个很大的 我们之前也说的 要非物质化 对不对 这些我们全部都可以 加强我们的服务 所以要因那个人的兴趣 他才干 和旁边的人应该知道 这样就会令到他这个服务 变成很有乐趣 我想无论 就算是小朋友 还是大一点的学生 或者就算成人 都需要 譬如你做一样服务的时候 都需要隔壁有一个 比较资深的人士 去给你一些建议 那你才可以慢慢上手 嗯 另一样服务乐 我就要强调 我们之前有提的 有时候原则性我们会重复 就是那个性别 刚才也稍微提一提 我听说好像有个地方 他会有一个叫做 去一些老人中心 那里就会去 逐些不同的服务 例如什么服务? 他们好像去帮你举办 什么圣诞活动 或者什么新年活动 什么福活之活动 对不对? 对 这些是一种服务 如果里面 你是如何安排他们的工序 就是说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你会怎么样? 我们也有这些经验 我们当然有一个 比较有领导财能的人 就做那个队伍的队长 或者是领导人 然后他就会开会 然后就讨论一下哪些人 有哪些的兴趣 或者是财能 那就因材 分配不同的工作 嗯 嗯 所以就不可以说 有些只是女性做的 有些是男性做的 包括好像我们家里的家务 对不对? 女生只能洗碗 男生只能剪草 如果家里有些草 让你剪草 等等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性别 无论我们任何工作 服务里面 都要留意这一方面 性别 让我们的女孩子 可以发挥他们 原来我都可以的 男孩子说我都可以的 就是这样 嗯 嗯 是 就是发挥大家不同的乐趣 对 对 对 擅长的东西 对 与此同时 我想带一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嗯 嗯 那没错 你在这个安全环境里面 你其中可以包括服务等等 但是 由小最大 我们都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们 学会一些批判性的思维 这个是最难的 是啊 那我想用今集 再提一提这个问题 因为服务浪我们都说过 但是这个呢 我想提一提就是说 批判性的思考 嗯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叫孩子 或者我们 大人和大人说话 我们没有解释的原因 不令到我们的孩子们 不懂得批判 而很多时候 我们有 基督徒我们有十界 对吧 这个时候我想介绍另外一个 就是 三个令到我们的孩子 令到我们的家里面的人等等 有一种安全感 以及最重要的是 帮助我们的孩子 认识思考 那批判性呢 就不是批评性 哈哈哈 英文叫做critical 嗯嗯 嗯嗯 Critical真的 Criticize Critical Criticize 就是批评 是啊 是的 或者你写一些评论 譬如影评 书评 就是 Criticize 是的 那critical呢 就是关键的 嗯 关键的 我就译它做 做批判性 批判性 不是批评 就是说你思考 那样东西 对或者不对 这个由小到大 你应该要懂的 嗯 这个很简单 就将它简化三个原则 好啊 请你讲一讲 三个原则 那我们 没有分先后次序 那当然 我们说 我爱你自己先 第一就不要伤害自己 嗯 第二就不要伤害他人 第三呢 嗯 不要伤害环境 是的 很多时候 我们如果 让孩子有兴趣的话 我们尽量让他们参与 就是让他们参与 嗯 如果你看到那些孩子 他们开始不太知道的时候 给一些提示 那是一种鼓励性 那就是三个 刚才我们说了 第一 不要什么 观众记不记得呢 第一个就是 不要伤害自己 第二个就是 不要伤害别人 是 第三个就是 不要伤害环境 是的 当然我们说 用积极的方法去表达 那是爱护自己 是 爱护自己 爱护他人 爱护环境 是的 刚才这一个 其实是一个重复 是一种重复 有时候 为什么不记得呢 有时候这些重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重复 用不同的方法 去表达同一个意思 rehearsal 唱歌 演唱 都会去做这些东西 对吗 嗯 可以举一些例子 嗯 那些例子 可能我们看到有些行为 你觉得不太喜欢 你可能一下子就停止了他 但他会继续这样做 对吗 那我们就要告诉他 你可能这个行为 就做了些什么不好的事 有些不好的后果 我记得上次你说有一个姐姐仔 对吗 那他回来 妈妈呢 就不停和他说要做个好姐姐 但是后天发现了他有乳痕 你记得吗 哦 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你说的 记不记得 那这个妈妈很简单 就是斩钉着 打他手 对吗 哦 但要一个真的要教我们孩子 懂得思想有思维 去分析的一个家人 他会在这三个里面的原则里面 这个小朋友犯了什么问题 好像犯了伤害他人 就是他的妹妹 是的 然后伤害他人之外 还伤害他爸爸妈妈 是的 这个他人 他未知因为太小了 然后就伤害自己 因为其实这个错的行为 可能他对于他后来 大过了之后会有内疚感 或者当时已经有内疚感 是的 当然好像刚才你说的 对 按孩子的不同的成熟程度 去解释给他听 是不是 一步一步 嗯 嗯 嗯 他伤害他 刚才你说的伤害他的妹妹 对不对 然后他也伤害他妈妈 但你如何表达 如何表达 如何表达 是的 如果我是他妈妈的话 我会跟他说 你这样做妈妈会很伤心 是的 这样呢 我们要多跟我们孩子说 一些情绪 嗯 因为我们发觉 有些人说 尤其是中国人 他什么都放在心里面 中国人比较含蓄 是的 不喜欢表达 是的 就算他表达 他可能也不会表达 他可能也不会表达 所以我们自小 应该训练我们孩子 没有什么 表达他的情绪 很简单 有时候 他有些事情不开心 但他不会说 不开心啊等等 有些方法就是 有几个蜡烛在前面 你选什么颜色啊 他可以跟家人沟通 我现在这个红色代表 可能我生气了 等等 是不是 所以这个刚才的例子 就是说 除了我们有三个很基本的原则 他伤害了 还有我们帮这个小朋友 不只是有一个批判性的想法 咦 我这样做 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冲动呢 而是我这样做 我有一个批判性 我自己懂得去思考 我们很需要帮助孩子去思考 还有帮助她表达她的情绪 是不是 因为她这样打了妹妹 肯定她是妒忌 是不是 那她怎么表达呢 那父母 可能不懂得说出来 不懂 但是懂得做出来 但是你说了之后的后果是怎样呢 我不喜欢妹妹啊 不想这么说 是不是 很多时候 那是你妹妹 你明白吗 所以父母要接受她的感受 可能父母可以问她 为什么你不喜欢妹妹 那她会再说多一点 是的 是的 可能说 你们只是疼妹妹不疼我 是的 那你就可以有个机会 跟她说不是的 那其实就开始跟她沟通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不 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圣经教导你不可以这样的 所以你没有接受她的情绪 你一定要接纳她之后 像刚才说 让她开心 开心 可以把她心里面的 说出来 很简单 但是我自己的 我考虑了很多 我先生第二个孩子 所以隔了四年 第一个隔了很多年 那时候我生第二个的时候 亦都是用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生第二个 有什么选择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不好处 哇 我裂了这个表出来 白痴 那天是读心理学 对 生孩子也要裂个表出来 是的 我就是在想 有什么 又跟丈夫商量等等 因为我们知道 审婚就是有一种情绪 因为你一生了个宝宝出来 个个埋队 不是埋队 个个埋队 哎呀 这个宝宝好有趣 这个哥哥或者这个姐姐旁边 就是 事事被人疏忽 嗯 那我们上次的那个间赤 他可能不是经常被人疏忽 但那一刻里面 他突然多了一个陌生人 而他就被人疏忽了 所以其中一件事 个个送礼物 就是送给这个BB 是吧 他是中心 有些是送给我 寶品 是吧 但当时我和我先生 就送了一个 忘容飞机给哥哥 我听了 这个哥哥 你是没有被疏忽 以前有什么活动 圣经故事 或者是 家庭晚会等等 照样和他说很多个故事 所以这些我们要留意 我们的 孩子们那种情绪 而且要帮助他 自小就懂得去选择 以及立即去批判性思考 嗯 你刚才说了 是关于比较小的小朋友的 那些情绪的表达 是的 应该如何对待 我刚才在听 一直在想 其实这些个案 未必只是发生在 比较年纪轻的小朋友身上 你说到 表达自己的情绪 或者心里面的喜怒 是 就算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人 或者我这个年纪 或者是 再年长一点的人 都有一些时刻 是不会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 而选择了可能 那个小朋友的一个 很 很 很 一个很 即刻的表现 就是说 那个小朋友觉得 我不喜欢妹妹 这样 但可能我们大人的做法 就不会说出口 我不喜欢这个人 而是不理睬这个人 不理睬这个人 那别人 就希望别人去明白 为什么 我们不理睬这个人 就以为别人会知道 我们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或者我们做一些行为出来 是不作多的解释 就自以为别人会明白 我们做这个行为的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 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学习去 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 就是说 为什么我不开心 为什么我不喜欢他做这个行为 是因为怎样 怎样 可能别人就会明白你 或者通过和你和我的沟通之间 一些误会就会分解了 就会疏到 如果我们经常都不沟通这个问题 就会越积越多 然后误解就越来越深 是 刚才说到你自己如何表达 而家人里面也很重要 接纳是很重要的 多谢刚才Karen的分享 有感而发 我们今次没有错 我们说的是 由家务 由服务里面 神做我们是一个全人的发展 这个服务可以帮助我们 某方面的一段传统发展 而在这个服务过程里面 刚才我们提到性别等等 而最后我们提到的重点就是 如何让我们孩子 我们自小培养他们 有批判性的思维 以及他们可以有安全感 以及令到他们的情绪方面 可以表达出来 其实我们真的很复杂 是很奇妙 我不是复杂到我们没有办法 是我们真的很奇妙 我们每次真的集中 可能一两个的重点 但代表之前那些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 时间就够了 时间真的 过得非常之快 我们之后有时间再互相分享 多谢今集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